國防預算年年創新高 明年國防支出就編列6470億元 比今年又多了近400億元 但是支援域人數卻屢創新低 明年支援域預算原額 跌到只有16萬0749人 比起今年少了足足5486人 減幅達到了3.3% 也創下自2018年年底以來新低 等於是蒸發了將近11個聯兵營 尤其取得都集中在基層士官 和資深士兵以及第一線作戰部隊 導致戰鬥部隊邊線比低於8成 退降憂心有錢賣軍火卻沒人可操作 國軍戰力恐怕出現大破口 三軍的編制人數是19.7萬 現有的人數只有15.2萬 少了四分之一 主戰裝備操作的士兵 原而不能滿足的話 對戰力的傷害是很嚴重的損傷 你沒有人去操作這些武器 也是再多的軍購武器也是往南 國軍人力捉襟見肘 反觀大陸央視卻播出解放軍演習紀錄片 打小肌肉 特別是曝光了第三艘航母福建 強耗性能除了有可媲美 美國核動力航母的電磁彈射系統外 更改用了美式硬式防火門 打造超車美軍軍武態度 空中的戰力 投降布隆小區 無針期無人機 在征護目標後 透過空中預警機 將戰場資訊分享給轟6K 轟炸機 再發射翻艦飛彈打擊目標 戰旗聯合作戰 延續片段震撼各界 改成跟美軍的航母一樣 對於它戰力的保存 很大的一個進步 兩岸能夠不打仗 當然最好以後廈門首發旅遊團 二十二名陸客二十二號上午 搭乘新武圓輪 通過小三頭順利抵達金門 展開為期兩天一夜的觀光行程 而各界也期盼 虧有五年再度開放陸客到金門 會是兩岸恢復交流的第一步 兩岸的觀光旅遊慢慢的破冰 也希望進團令的能夠解除 有了交流之後可以降低雙方的敵意 遵出雙方的政府坐下來談 不要每天併凶站圍 當國軍人力出現大隱憂 恐怕執政者得好好想想 如何避戰化解兩岸敵意 才是黨務之急 記得中程老師過好 台北金門報導